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台北市内湖的康乐街 今天早上发生惊悚的火烧车 驾驶一次是谎神 他到车时失误大爆冲 直接撞烂了一间饺子店 车身瞬间起火燃烧 伴随着爆炸声响 消防队货报之后 立刻将已经失去意识的驾驶 给拖出车外送一抢救 另外在桃园的杨梅泽秀 二十岁的驾驶 他车子开太快 撞毁了路边二十辆机车 驾驶某人往后爆充 狠狠撞进脚子店 车体瞬间起火还爆炸 火光四射浓烟窜天 惨了车里还有人 驾驶贪软在座椅上 早已没了知觉 消防队员立刻将他拉出车外 有休克还怎么样 吓到他踩着油门 然后一直打转 然后跟他一直摩擦爆掉 然后起火 一次黄神到车失误 撞烂轿子店 十八号上午驾驶开车 行进北市内湖康乐街 发生意外 紧急被送一 惊悚暴冲还发生在杨梅 中山北路二段 警车才刚驶离 十五秒过后 一辆轿车进大偏离车道 高速骑上路边机车 二十辆机车东倒西歪 就像保龄球瓶 框框全倒 二十岁的驾驶 疑似开太快 大失控 马路当自己家 要回转都不用看车况 想怎么切就怎么切 秒害撞车 众计气道之大 货车瞬间往右滑行四十五度 车身大幅度摆动 差点翻车 但三重这位骑士 就不只是翻车 还差点成了轮下亡魂 蓝一南越骑越往右偏 没想到居然骑去撞分隔岛 真儿往前趴倒 蓝一南在地上滚了两圈 差点被碾过 因为距离太近 后方骑士根本来不及闪 直至骑上车身 豪在车轮被喷落的临阵 给卡住 否则恐怕那样车死亡车祸 撞翻车还出现在高雄小港 小客车直行路口 遭货车给撞上 整台车被撞到 两百七十度大转弯 最后重心不稳还冰掐 肇事货车则是杀不住 再撞路边机车小货车 豪在车上五人都平安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里新一彩山仓报道 一南有一名驾驶 十六号的凌晨 无故遭到了警方上前蓝查 远警一下子说 遇到了不当盘查 当下就立刻申请议议单 但是远警竟然没有带 让驾驶觉得莫名其妙 最后远警干脆摸摸鼻子 道歉离开 到底是因为驾驶车灯没亮 因此上前盘查 还是要进行久测 远警前后说辞不一 与驾驶僵持不散 差你身份不行吗 那一一单 一一单 一一单是不是 对 你现在也没有啊 听到要开一一单 远警傻傻不仅拿不出来 驾驶下车看了看自己的车灯 觉得非常冤枉 最后远警竟然测也不测 道歉离开 这是欺负民众不懂法规吗 这名驾驶十六号凌晨两点 在宜兰县宜兰市的中山路 遭到远警拦响 但远警讲不出确切的盘查原因 驾驶认为遭遇不当盘查 当场提出异议 前左车头灯单边 仪式没有亮 担心行驶安全 亦对已实施交通安全劝导 远警为期待这名意义 记录单部分 将依规定检讨改进 远警疑似接题发挥 借着车灯不够亮上前盘查 没想到驾驶主张自身权益 让一线执法人员 专业职内部组斩度无一 记者的医生郭伟轩 一来采访报道 要价36亿元台币的F16V战机 被质疑难道变成了婚舍道具吗 这一对新婚的空军飞官夫妇 他们站上了F16V战机的 机翼上面拍婚纱照 套上滤镜之后 画面看起来相当的唯美 但专家表示 这其实不符合规定 万一新娘子穿了高跟鞋 恐怕会造成蒙皮受损 严重影响飞航安全 我国以天价 向美方采购66架F16V战机 单机价高达新台币36亿元 除了防卫台湾领空 现在还多了这功能吗 要加36亿战机变成婚舍道具 空军飞官带着新婚太太 两人甜蜜蜜 牵手站上F16V的机翼上拍婚纱 画面套上滤镜看起来唯美 但专家一看不得了 F162.5公尺高 比人的身高还要高 掉下来也会造成受伤 而且它的机翼是斜的 有点斜角 如果是高跟斜的话 它是尖的 那如果蒙皮受损的话 它不能气动力没办法平衡 它左右没办法平衡 你都会对飞机多少有点影响 你把气也破坏了 专家说战机机翼 高机密电子如果受损 将严重影响飞安 另外一张照片 新娘捧着飞行头盔 坐在机舱 专家看到傻掉 说他抱着比一部名车 还贵的军品 副作用发型头为一个一千万 那比那个车子还贵 你车子有没有一千万 所以看到哪里打到哪里 就是因为那个数位头盔 如果是数位头盔 那是属于管制品 军方回应 这是为了鼓励官兵结婚 经过申请就能拍摄 但如果拿36亿的飞机 来拍婚纱是慰绕军官 网友质疑 那军官找战机拍写真集也行吗 总统府员工 想坐在总统的椅子上 拍泳装照行不行 F16是我们现在的主力战机 那我们其实妥善率已经不佳了 在这种状况下 你要拿现役的战机 去让他们拍照吗 国家防卫象征 如今成了婚纱场景 引爆空前争议 记者黄义军 王志涵台北采访报道 在韩国被封为是 超越李多慧的大物 她是拉拉队女神安芝萱 传出即将要来台湾训练 台钢拉拉队 一百公分的长腿 看起来超级迷人 而网友也立刻拿她来 和李多慧PK 精致美貌 甜美孝庄 配上超逆天大长腿 她是韩吉拉拉队女神安芝萱 安芝萱身高一百六十九公分 光腿长就一百公分 曾多次打败李多慧 被风轨超越李多慧的大股 拉拉队女神的最强外挂 这回传出她将来台帮台钢雄鹰 拉拉队训练 举手头足性感度爆表 她和之前来台的李多慧 到底谁比较会放电 不是对镜头放电李多慧 才加盟终止乐天桃园拉拉队 两位女神被拿来打PK 从武姿生财到神态 到底谁是最强外挂 两位拉拉队女神未来若能同框 将会让球迷嗨到最高点 记者 西红路徐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擦战府狂推绿能 却被发现赖金玲 拥有的百亿云爆能源 是大赚绿能财 明代爆料说 云爆花了上千万捐钱 给民进党的候选人 各界也质疑 难道是左手赚公帑 右手捐给民进党吗 两年内市值标到白亿的 云爆绿能遭爆料 左手赚公帑 右手把钱捐给民进党 光是民进党党籍的候选人 就捐了五十九位 高达一千四百六十八万 其中我们的小公主 就拿了七十五万 馆长火大的说 若真的废掉核电靠绿电 百姓只会更踩 因为百姓一开灯用电 就是在赞助民进党 现在核一核二核三还没废 废掉了 一年要有一千六百多亿 要二十年 一千六百多亿 就让民进党这样贪 要二十年啦 台岛町的 台台湾人 你敢对吗 我们的电池在了解 你们的电池在企业 他们民进党大贪钱 我跟他们这样说就好了 什么什么爱台湾的进党 哪一家爱台湾啊 你跟我说 电池你有去吗 台电有亏损四千亿吗 我们台湾人用一度电 我们就损失一度电 我们永远都在贴钱 贴钱给台电 钱贴去哪里了 贴到民进党的口袋去 我们现在其实在帮民进党 养活他们的下一代 可不是养我们自己的下一代 当民进党光是一个人 就能开二十几间绿能公司 馆长说黑幕只会更多 我今天把事实告出了 什么 夾到你云报 夾到你赖品余 现在要给我告 没告 没动的 还是又要叫人给我推 还是白鹅的都要来 你也没在怕你啦 民进党有够垃圾 馆长炮红绿营害黑道挂钩 遭到民进党提告 馆长再度炸锅 你这民进党停保和会 停到这样 还敢给我们做 停下降有这种事情 你跟派人倒闭 我们跟你停 我们又吃清智 你又停派人 你还要帮他脱罪 哇 莫名其妙 蔡英文老后面老前说 馆长我一定帮你追查凶手 前脚一走 过不几天 陈明文啊 去帮保和会办接见 当台电窥千亿 网友讽刺 当百姓求美哭练 恐怕只有民进党和云报 笑容满面 接下来 来看到由何宇文 白云和梁鹤群 主持的恋爱实境综艺节目 要为单身男女配对 还要炒热气氛 干脆亲自示范 老夫老妻的相处模式 老夫老妻嘛 不要动 蒙眼帮忙着装白云对上何宇文 恋爱实境综艺 效果十足 不是 你到底会不会把那个领带的感觉 不是 不是 我非常好 我不是很厉害 对对对 口红对对 不好意思 那个好像是他的嘴边肉 嘴巴在哪里 对不起你的嘴巴在哪里 另一头葛成语和男主角 一举一动温柔中戴着害羞 恋爱实境节目到了花莲 首周六位男主角淘汰一位 也让五位男生有更多机会 接近女孩们 不过这可是要付出代价 怎么过不去 你走快一点啊 他现在是为了爱要往前冲 有居高震的男主角 映着头皮高空走绳索 战战兢兢表情严肃 而女主角之一的焦曼婷 可是巾帼不让须眉 你刚快救他 有有有过了 焦焦胆子很大 他好厉害喔 恋爱旅程中女生们除了透过互动 认识男孩也能借由小天使观察员 抽丝剥茧解析美味男孩的个性 记者送不到 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永续家园 推动精灵转型举办国际论坛 邀请五个国家的代表专家和学者 分享他们推动的经验 各国代表学者专家 竖起大拇指 迈向永续家园 静灵转型 新北举办国际论坛 邀请英国 澳洲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一同为静灵城市找解方 希望借有一个国际 大家一起的讨论 让在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 要把我们的地球温度 控制在上升1.5度C 京都市长录制影片 分享减费节能成果 论坛聚焦在地化治理经验 及未来静灵城市愿景 而新北的蓝图中 就以巴黎为静灵示范区 第一个他不太乡村 那也接近都会 第二个他有个山岗 第三个他有个焚化炉 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机制 刚刚好可以让我们去尝试 试着把这个所谓的静灵碳排 各个面向去做落实的规划 新北市长侯友宜 2019年上任以来 几乎年年针对气候议题 有重大落实及推动 市府透过国际合作 观察学习手逐步实现 2050净灵排放目标 记者周天翔新北市报道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 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